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祖国 祖国不是魏国吗 到那去之后啊 您放心 我老实不了 秦王爷说 那你这走了 你还不老实 后果怎么样 齐国一定得打魏国呀 因为我回去了 齐国一定要抓我 魏国能轻易把我给了齐王吗 所以齐位之间必有一战 到那会儿两败俱伤 您出了门 先把魏国拿了 如果说魏国打胜了 您可以帮着魏国一块灭齐呀 所以秦王马上决定 谁说什么 我也不杀张仪了 不光不杀 还得敲锣打鼓 送你回家 张仪大了方方回魏国了 到魏国裹不出他所料 齐王你听好吗 合着我跟楚国 秦国这点恩怨 就是你给闹的 连忙点兵派将 兵发魏国 还没等到魏境呢 人张仪派的特使就已经到了前线 先来找齐国大将 告诉他 小仪厉害 您得跟你们大王沟通沟通 什么意思 秦国为什么把我放回来 这是拿我做诱饵的 只要您一出兵乏魏 是不是齐魏两国纠结在战场上 给了敌人可胜之机呀 到那会儿 秦虎狼之师出韩古棍 夺魏破旗 你们就完了 我小小张仪生死是小 两国国王后代富贵怎么办 你们慎而思之 这话一传到齐王 耳中齐王一想 哎呀 好玄就上了秦人的奸计 这是狠心毒计呀 这上了当 到那会儿 哑巴之黄连 我跟谁说去呀 撤回来 不打了 好嘛 秦国等着齐国出兵 齐国说什么也不乏味 这么一来一耽误 张仪一养天年 先世了 怎么先世啊 不是饿死 不是横死 他是自然死亡 就这一点 敢等大伙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恢复了平静 这就是张仪 魏国消停了 魏国上面那个顶头上次 赵国怎么样啊 赵国这些年 可是没少了抓紧时间 发展壮大 本来赵国地处中原以北 现在由西向东 这一大溜 都是当年赵国的 基本的国土面积 你想再往外游牧民族了 赵国要抵挡很多呀 那一部分归了燕国 这一大半归赵国 这跟这个外族 经常激动灵活的作战 实际经验中 赵王发现 怎么中原的战阵 到这走失灵呢 为什么会失灵啊 这跟春秋战国 初期的那个作战方法 有重大的原因 那会儿讲究兵车之战 您看那些 诸侯开会的时候 有兵车之会 一胜战车 是高车四马 四匹马 拉着一辆车 一车为一胜 车上最少得撒人吧 是吧 拿着那长歌 跟人比划的 还当劲驾车的 左边还有一射箭呢 那左中右 最起码三倍 那车后边还能站着人 那车旁边呢 旁边都有保护车的呀 有两种研究 一说 反正小车旁边得25人 要大车呢 那大旁边人就得多一些 三倍 75人 如果一胜大的战车 带75人一个小分队的话 成语里说 万圣之国 那就75万呢 您想想 那小圣 千圣之国呢 那人数也可观了 千圣万圣 由此可看 国之大小 赵国当然不是万圣之国 千圣之国没问题呀 那在中原 是敢于冲锋的 可赵王发现 怎么跟这帮 这个胡族啊 敌族啊 遗族啊 跟他们打起来这么费劲 后来明白了 他们是骑马打仗 来如风 去四殿呢 说来就来 刷啦就走 抢完就跑啊 来得快 而且都散开作战 说咱们也有弓箭手 那不行 你得跟着这战车走 这战车拐弯很费劲 哇 冲过去 说要拐个弯 这费老子劲 一回合嘛 一回合啊 俩战车相对而行 你拿搁 我拿搁 两个当郎 这么一碰 半天杀不住咋 走老远 再都回来 这才一个回合 骑兵 那可比这省事多了 一带马 往旁边这么一踹 这马训练有数 叭叭这么撞过来 掉个回来了 您那还没找着北呢 人家从后边 就追上来了 所以这赵王就开始琢磨 必须少打仗 多思考 这种带有对战争 军事思考的哲理思想 随着血脉 就传给了一代新的赵王 这位是哪个新军呢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赵武陵王 赵武陵王历史上 有一个著名的美梦 中国有句话叫梦中情人 就打赵武陵开始的 怎么事啊 说有一次青春期刚过的 赵武陵王睡觉 梦见一个美人 狂狂而至 雍容华贵 简直是芳香四溢 笑语盈盈 这一下 反正夹着天也是热点 武陵王都美昏了 好容易醒来 一身汗出透了 大伙一看 您这是梦见什么 是鬼啊 不是不是鬼 是美人 大伙一听美人鬼 好嘛 怎么办 反正这是下出这么一身汗 美的 美的 哎呦 上一回听说做梦冒大汗 就那楚怀王 楚王也冒回汗 后来知道外边下雨了吗 路过乌山说 看见一美女从天上飘不下来 给怀王高兴的 一睁眼一看 在林石兵馆里呢 这哪有美女 方圆左近 咱那山头围上 连野猪都找不着了 这为了保护王家的安全 哪有美女 有啊 继续赶路 雨停了 气暗登舟 这么一上船一看 火 就是她 就在云雾辽之中 那山峰 跟那美女一样 由此得名神女风 有这个故事 就留下了一句成语 叫乌山云雨 为什么 又是云又是雨 那么今天赵武陵王 也做了跟楚怀王一样的梦 可惜此地乌山 乌山呢 这是神女吗 不是神女 我就听梦里边 大伙管他叫 迎迎迎的 迎迎 是苍蝇吗 那是嗡嗡嗡 不不 迎 有参与什么事 迎 别是秦人吧 怎么 秦是姓迎 那咱们要不到秦国求婚 旁边有人 你别搜主意 赵家祖先 就是迎姓人 同姓不娶吗 一家人娶什么娶 还得多少倍了 这隔了二十多代 也差不离了 后来千寻万寻 终于找了这么一个 具有秦国血统的 一个打工族 打工族 就在赵国谋生 此家有一女 取名为姚 因为现在姓了吴了 又是家里的长女 就叫吴梦姚 简称梦姚 这梦姚 终于被赵武灵王给看见了 大伙推荐美女 一看是你 是你 梦中的就是你 娶 娶回来 梦姚真露脸 啪 生儿子 这生儿子 把以前的太子给气坏了 你想 前妻 也就是现今赵武灵王 投婚太子 她妈妈已经顾去了 人家娘娘妈没了 舅舅们呢 哎呦 替这外甥着急 赵武灵王不管不顾 虽然说没废太子 但是所有的爱 都给了孟姚母子了 眼看孟姚的儿子 已经长大成人了 武灵王自己阅历丰富 尤其在作战 跟这些胡敌之族 进行实际拉锯战的经验积累中 发现必须变化 为什么 昆袍大秀太麻烦了 怎么变化 你不比我强吗 谁比我强 我就学谁 那人家哪比自己强啊 这观察好几辈了 他看出来 感情这胡人作战啊 他们是短衣巾小打扮 怎么个短小打扮呢 他这袖是窄袖口 他不兜风 裤腿也都在马靴之内 这不像咱们宽袍大袖 真要跑快了 跟背俩面口的似的 那个速度 当然受到控制了 人家是 剑袖 收口裤 短靴 腰带 这衣裳啊 衣是衣是二次裳 分上分下 不像我们这个大袍子一裹 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 一跑快了就兜风 反正这个东西 看着可能是仙气飘飘 说句话来 一挥袖子哗啦一片 跟飘过一片云似的 你打仗的时候这是 对我们不利的因素啊 必须改 怎么呢 就照着胡人改 咱们也改成 小马甲瘦腰 瘦腿长裤便于骑马 马靴上下奔跑 这都方便 另外 弓箭也好戴着 咱们以前 身上得系着袋 搭着钩 为什么建设王弓啊 那得把衣服勒上 要想带着什么东西 得配着袋 你比如说带着弓箭 得有箭囊 背着弓 跨着囊 系着袋 配着玉 竖着箭 再扛着刀 那会还有刀枪吗 没分那么清楚 最起码那长歌 你得扛着吧 太麻烦了 二一个 单人匹马 就比被这战车束缚住 这七不十人 强多了 这拐弯不好拐 太被动 我们也得换战马 由此 在打仗中 就重视了军用物资的 互相的学习 甚至包括抢夺 比如抢夺优秀战马 然后 找那名为裁缝 一看 服装好吧 问题是谁穿呢 照武林王下旨 必须改服 而且全民皆改 好些大臣 一看 王爷 怎么都改 你们懂了什么 打太子就先改 从王室里就开始改 因为一旦打起来 是全民皆兵 等于是基本的 赵国军民 要适应 耕种 作战 两种生活 零切换 扔下锄斗 就拿歌 放下长歌 就下地 下地干活 那当然 既然如此 全民一服 胡服骑射 就成了赵国 一个基本国策 大伙有抵触 痛苦 到适应 到坦然接受 为什么 实际利益 告诉了赵国军民 当你用胡服 参与骑射 争斗中时 你胜利的把握 会加强了许多 以前 如果说实战 八败 现在 简直是实战实胜 胡服骑射后的赵国 财富巨增 抢夺的 这些入侵之敌 被打走了 他们的战马 他们的物资 被我们 截夺回来了 而他们再想来 也打不过了 所以我们保留了 原有的物资 这样财富积累 赵国 国父 而民强 但是打仗取胜了 赵武灵王年纪也大了 现在主要想的是秦国 他并观天下 中原一会合纵 一会连横 赵国起先 是尽量不参加 现在就想参与了 为什么 国势强大了呀 他看了看 韩赵卫三家 毕竟是三进一家 没有激烈的矛盾 暂且放弃 左边看看齐 但是右边看看秦 这两家 谁都不一斜最大呀 齐国倒在其次 最主要的 就是秦国 齐国这有燕国 帮着看着了 这三国要统一好了 应该说我们三个 可以彼此协调 秦国不一样 虎狼之师 百二雄官 一旦杀出官来 以前不是没打过 据说合纵百万之众 到了韩国官 被人两万 就给打出来了 那看来秦国 是杀人凝野 据说他们斩首 以首级纪军功 所以秦军将族 各个简直是 是杀神性 将来最有威胁的是秦人 如果自己那两位 三进兄弟 韩国卫国不堪一击 那就剩赵国了 他也势必吞韩味 回回手来 他得先把我灭了 与其那样 不如我先强大 这就叫优欢意识 优秀的君王 总会在居安之时 提前思考到危难之时 炸武陵王 就是这么一个君主 按说光听人言传不行 这个话是虚的 眼见为实 更何况眼见为实 你得亲自去看一看 感受感受 你光看书不行吧 还得走万里路 眼见也不见得都实 但是总比不出门强 我得去看看 赵武陵王想到秦国瞅瞅去 可是家怎么办呢 有些为难 二儿子也都十五六岁了 大儿子那都成人了 这一晃几十年的光景 人生如白居过细 那还不快吗 太子到底交给谁呢 出门前 这得把这身后 这个政局安排安排 不是说怕回不来 最起码得以防外衣 我在这儿 我说了算 我不在 谁长正啊 不是有相国 有大臣 那只是臣功 毕竟得有拍板人 让二儿子 不行 年轻 但是这孟瑶老得催着 这么多年夫妻 我们娘俩怎么样 孩子比老大 那可真是聪明英俊 办事谨慎 那为什么就不能 换换太子呢 这枕边风一吹 武陵王一看 得 就冲这娘俩 我就换太子了 好吧 愣把前妻生的儿子太子 无缘无故给废了 前太子 取名为张 太子张无故被废 给了孟瑶的儿子 这位二太子 起名叫和 废张而立和 这行了 稳当了 有事不明白 跟你哥哥商量 另外告诉太子张 你现在是长兄 你弟弟虽然是太子 但是什么事 你们给大家得一条心 咱们家仨是一伙了 张这个气还一伙 我看你们俩是一伙了 一生气奔封地去了 他走了 朝中交给众臣 太子和的老师 以和为储君 如何去料理国政 我是快去快回 然后带着特使 出发了 笨哪 笨秦国了 赵武陵王 乔装改扮 蒲从己人 轻装俭行 沿一路山河秀美 一离向西而来 为什么呀 他要进秦国看看 他到秦国这一看 哪是旅游啊 一看 秦人风俗 与中原大相径庭 但是 虽然民风飘悍 却有令人感慨之处啊 你看看 那老百姓 做买的做卖 都不守规矩 一旦有违章犯法者 这说斩就斩 绝不宽容 哎呀 民风虽然淳朴 但这也是井然有序啊 你看做买做卖的 交税的 拿钱的 住店的 登记的 这比我们的强多了 那我们到这 到这没地藏 还真躲不起来 你得亮身份 得了 直接奔管义吧 就说肇事来访 这会儿秦国是哪个国君呢 正是秦昭王 秦昭王 一直在心想 中原局势如何变化 在这种难以 窥测到底细的 博弈大战中 每一个国家的 有志诸侯 都在动脑子 恰在思索之时 听说人家 赵国特使道楼 三进之中 唯独赵这些年 消息不多呀 说光在周边 漫长的国境线上 打打杀杀了 也不知道打怎么样 请来相见吧 就见赵使 有三四人进来见礼 主使官往那一坐 失礼已毙 有点很紧张的样子 主使官旁边站着 有两三个副使 有随从打扮 其中有一个人 紧站在这主使旁边 秦昭王就问他们呀 听说赵王胡扶其社 这是什么缘故啊 那正使啊 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这是本国国民之 他老看旁边的副使 副使从容作答 我家主使的意思是 只因胡人飘悍 秦人勇猛 为得向将来预防着 胡人南下 秦人东进 所以我家赵王觉得 要先学胡人骑兵之战 也为欲东进之强秦 故而胡扶其社 就要怕你们进 所以我们才练 这么说来 你家赵王还是怕 我秦人兵马的 当然怕 要是不怕 我们就何必又胡扶其社 心想这主使 捉嘴笨塞 这副使挺好说呀 有点本领 你看不卑不亢 又聊聊其他的事情 国君身体如何好 虽然年近五旬 但是我家国君 每日饭量不仅当年 精神绝朔 身体正在忘食啊 不能小看赵国 快快起起 有什么事 跟本盲说好 这次会见结束 打不走了 越回去琢磨 这秦赵王越觉得纳闷 说这主使看着 那么木讷 那个副使 怎么两眼放金光啊 不怪 晚上睡不着觉 他琢磨琢磨 不对 秦赵王不傻 心想旁边站着这个副使 浑身带王者霸气 倒是那主使 有点带若木鸡 便是其中有诈吧 赶快 天亮以后 把他们请来 我接着跟他们聊一聊 再次召见 转天早上了 副使 昨儿那个 敢于发言 顶撞秦王那副使 找不着呢 主使还是那位 主使脸都绿了 那副使呢 他不是副使 他才是我家 赵王主妇 怎么赵王主妇啊 那不太子监国了吗 太子监国 就算临时参政的一个皇帝 赵武林王封自己为主妇 那相当于平时百姓说的 太上皇 赵国人自己叫惯了 那是我们家赵王主妇 他人呢 昨天下朝之后 连夜就走了 怕您随后追赶 那也得追啊 哪追得着啊 来的这时候 这一趟到 路都趟熟了 这快马加鞭 让你看看 胡福奇社的优秀成果 单人独计 逃回赵国了 轻车熟路而去 这边秦王一看 我要把这些来访的使节杀了 显得我秦王心侠靓窄 算了算了 既然已经让他 把我们秦国看个底儿掉了 看就看吧 你还能把我怎样 回来回首 没什么事 你们就可以返回赵国了 赵陵王是英雄难大 赶入秦国虎狼之地 这么一来 秦王都服了 可是武陵王回来 心里边难过呀 怎么呢 主府回来正式生朝 太太监国把权交回来 听太上皇的呀 你先坐在旁边吧 一看君臣们 冲这个二太子和 在那鞠躬施礼 叩首禀报 他头眼一看 废太子张 站那满脸哀容 当爹的心里也有点 不适滋味 觉得怪对不起老大的 下来跟大臣们商量 我看他们弟兄都不错 不行把赵国一分为二 这样我心里就不存在愧疚 大伙伴 那您怎么了 去趟秦国回来 这是没敢说 什么病发作呀 您忘了 当年晋国 那两宗怎么打起来的 不就是哥哥占一地 弟弟占一地 后来两宗相杀 死了多少人 最后三进分而化之 三家把他们弟都分了 您想让赵国重蹈 前朝覆辙 您可得仔细撕之上 是 赵武灵王又犹豫了 就因为他这首鼠两端 嘀嘀咕咕 犹犹豫豫豫 最后终于让长子 张起的反叛之心 哥儿两个打起来了 一番征战 前太子兵败 无处可逃 他逃到他爹的行宫里来了 奔赵武灵王的宫殿 此地在沙丘行宫 进那宫来 这位太子和带兵相围 也不敢杀了主妇 也不能放了自己哥哥出来 干脆困着吧 活活困死了 赵武灵王跟长子张 历史又一次重演 我们想起了齐桓公 我们想起了楚城王 一代雄主赵武灵王 饿死沙丘 继任的这位太子和呢 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赵惠文王 赵惠文王这一登基 这才要合纵伐秦 请不吝点赞文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